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人不喜欢海洋 认为海洋太远 海上天气太冷或太热 海平面太平 海上生活太单调 海上太多大浪 飓风 航行遇远 离家遇远 其实海洋虽大 我们可以两侧 海洋没有地标 我们可以图绘 有大浪 正好考验船的平稳 有大风 可供学习驾航的技术 没有淡水 可以让我们注意航前的预备 有许多卫士的岛民 可增加我们沟通的能力 有难以预料的危险 正是我们勇敢的舞台 每次靠岛 我仔细规划所要带上船的 要离岸 我的热血再澎湃 野地是给人做梦的地方 是艺术的启发 野地是给人学习 让人心胸开阔 是给人乐观 野地是教人面对高山 不惧怕 面对湍流 不担心 面对寒冷 不畏惧 面对炎热 不暴躁 野地 似乎不能给我什么有形的财富 却让人有说不完的丰富 谁说海滨就是孤单 那里有许多水鸟 谁说海滨就是宁静 那里有许多浪生 谁说海滨都是一样 那里有不同的植物 谁说海滨都不改变 那里有不同的季节 海滨的美像一本有品味的书 让人一页一页的翻阅下去 海滨的知识像一个百宝箱 让好奇的人可以不断地挖掘 海滨的美以知识 可成为艺术与科学的交织 只是欣赏的人在哪里 若没有欣赏的人 海滨才是孤寂 到不了的远方就透过阅读来达成吧 下来就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爱读书陪你阅读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